大家好,今天我會介紹一本圖書 《世界名人的故事編本》 裡面有很多名人的故事 我們最喜歡的一個名人就是貝多芬 他是一個偉大的音樂作曲家、演奏家 八歲的時候已經舉行個人的演奏會 十七歲還去了音樂之都維也納 去莫扎特、海頓等音樂大師去學習 貝多芬一生人很難過 因為有時候被迫接受地獄式的訓練 失去了童年的快樂 少年的時候已經擔負起全家的生活負擔 他還要經常出去演奏去賺錢 但是他在他很旺盛很多人認識的時候 就剛好遇上了聽覺的問題 被他造成一個很大的困難 但是屈強的他不向命運低頭 全程投入自己的音樂創作 以超人的意志完成了九部的交響曲 和幾十首的幹琴演名曲 被譽為惡星 我很喜歡他 因為他失去了聽覺 但依然都堅持創作自己喜歡的樂曲 那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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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戀頓 飛行 oras Depois 不是